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节目是明镜第四期 热点话题是王岐山会不会出任中共下一届的中共党的副主席 因为习近平现在要恢复中共的这个党主席的这种制度有可能 那么王岐山会不会出任中共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呢 我昨天做了一个网络调查 调查的结果呢 当然这个网络调查的这个民意可能主要是来自海外 或者是有自由民主倾向的人士 所以调查的结果呢 是对王岐山现在是不利的 只有12个小时过去了 只有12%的人支持王岐山出任党的副主席 54%的人反对 过半了 剩下的就是人是无所谓 三分之一的人无所谓 你当什么职务 给我没什么关系 无所谓 我在节目开播之前 正好在这个视频里面碰见了这个和平先生 民进的这个老总和平先生 刚刚做了一期这个关于十九大入测的一个节目 一个对话 他说 他当时在节目里说 一切都是在变化之中 就现在即使定下了名单 说翻盘就翻盘 过程变速非常大 而且他刚才跟我说 王岐山先生留任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因为这个会激化很多的矛盾 激化党内的很多矛盾 所以我这次总体感觉是 我讲话的这次讲王岐山总的感觉是 他可能是一个卑助性的人物 姚依林呢 他的这个老丈人姚依林 他的泰山姚依林 中共是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当中 或者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当中 他是一个公主性的角色 因为他懂金融 出任这个分管金融经济的副总理 深得这个体制内的一些人的喜欢 因为他不怎么问政 但是王岐山是个过性士卒的人 这个过性士卒的人 现在我们纵观他到现在为止的这个重要的履律 基本上也是被中共公主性使用 并没有充分的发挥他的这个材质 或者他的材质是被中共给这个浸泡 没了 给消解掉了 在讲这个王岐山之前呢 我还是按照以前的这个惯例 向一些民族人士 向一些与中共抗争的这个群体致敬 今天致敬的是两个群体 一个是天安门母亲这样一个群体 就是28年了 他们一直坚持抗争 一直坚持呼吁 这个环六四一真相 第二六四那些蒙乱者一真意 归服他们的真意 天安门母亲运动已经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概念 我们通过维基百科都可以查到天安门母亲运动 维基百科是这样解释 是前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副教授 有六四事件死难者的这个家属 金志林发起的 还有呢 这个有几十个 伤百个天安门事件当中 那些遇难的学生的这个 父母 亲人走成 要求中国共争党平反八九民运 忽略彻查六四真相 向家属赔偿套见 这个组织呢 这个 运动发起以来呢 我们都知道非常艰难 每年到了六四的时候 六四前后 他们就会被跟踪 被软禁 甚至会被 被逐流过种过样的刁难 他们在当年就有丧子这种丧失的亲人 这么多年来不仅没有正义 他们的生活 深层都受到中共的这个逼迫 迫害 我对他们表示敬意 为什么重启这个事情呢 因为丁志林这个女士啊 身体不好 甚至是紧留愈悦 病重 所以我表示对他们这个群体表示敬意 在北京的时候呢 非常遗憾 因为过种各样的事情 还有就是他们一直被跟踪 也怕 因为我当时很长时间也是一个异议分子 还不到这个更多的麻烦 所以没有去看望 天安门母亲群体 应该是整过六四学生的母亲群体 她是我们的母亲一辈 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敬意 有条件的时候应该给他们一些帮助 一些安慰 这是像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表示敬意 如果有雕塑家或者是艺术家 应该为这个群体雕像 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个 成为文化纪役 不仅仅是走片 不仅仅是一个运动 持续的运动 还要成为一个一种文化 一种在入我们民族历史的这个 一个一个封碑式的一个雕塑 第二个群体呢也是女性 就是709历史案中的这些妻子 我们通过推特 通过很多新闻报道 都看到了他们一直都在抗争 他们的丈夫因为维权 因为涉及敏感案件被迫害 他们的丈夫没有出府 一直都没有出府 因为他们是坚信自己无罪的 因为他们不出府 不在电视上认罪 所以中共就一直持续的 不让他们出来 甚至不让他们见亲人 不让任何媒体 隶私接触到这些 这些隶私 现在这些妻子们呢 一直都在奔才这个上访 和这个追求正义的这个漏上面 才国际型的这个 才国外 有一部分流落到国外 他们出席国际型的停证会 你比如说这个王小林 有李文足 阮山山 还有这些 施仲裁这个前线发生 而今年5月1号呢 有些妻子呢 七零九案的一些妻子呢 就进入美国国会 参与停证 他们是七零九案中的这个陈桂秋 还有这个金便林 汪艳芳 唐靖年的妻子汪艳芳 这些呢 已经是在美国出席了停证会 形成了国内的这些妻子们 形成了一个互相呼应 他们是令我们增进的一个群体 也是一个受难受害者的群体 而且呢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丈夫 现在还在冤狱日中 正义还没有还没有到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也要尽可能的 给他们一些帮助 一所能及的帮助 这是今天这个致敬 两个女性群体 伟大的女性 才向他们致敬的时候呢 我就思考 最近也在思考这个 革命和抗争改良的话题 有些人以前我说这个 非暴力的这些话语 或者是对革命有一些思考 革命的方式 就传统意义上的革命的方式 有些思考的时候 他们会睡言不逊 甚至谩骂攻击 因为改良意思 革命当立 只有革命才能抵凡中共 我无法否定这样一个观点 如果有人说 只有革命才能接触中共的话 我无法反驳 但是每个人 用每个人的思考方式 或一些漏进 我打了一个比喻 就像朝鲜问题的解决 这么多年来 美国一次次的欺骗 中国和国国一直在后面 但是美国一直不敢轻易 用一种武力的方式来 一览地解决朝鲜问题 为什么 美国如此强大 根本不会畏惧 俄罗斯和中国在幕后的这样一些运作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 不到迫不得已 美国是不会动用战争的方式 流血的方式 因为这个后果 无法设想 无法设想 同样 我们去号召革命是非常容易的 号召这些 号召国内的人去 替翻暴政 唯一的方式都能暴力 对海外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 我们要用更多的路径去考虑改变中国 我就得猜 革命和改良之间 抗争是最有效的 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之中 会不会也灭为革命我不知道 但是在现在的这种情境当中 抗争 如中共展开韧性的 中共是不是又韧性吗 那么我们像前安门母亲一样 像麒麟九历四案中的妻子们一样 韧性的去抗争 如果我们不能在一线抗争 我们能不能给他送饭 如果你连送饭都做不到 如果你在整个抗争过程中 你一分钱的贡献都没有 你谈什么革命 革命是要流血是要付出生命的 革命是付出别人的生命 所以你鼓吹革命 那革命在这种抗争过程中 你一点付出都没有 这些流亡海外的很多民运人士 他们也许没有付出现 现在他们没有掏出钱来支持民运 但是他们付出了青春 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如果在体制内 他们亦是荣华 每年都有三百万 几十万的这样 最起码几十万的收益 那每个这个流亡者 民运人士 那他们最直接的损失是 几百万 也就是说这几百万 他奉献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 鼓吹革命 简单的鼓吹革命的人 应该反思一下 我们为中国的专心 为中国的这种改变 贡献了什么 我就想起这个 一个小事 就是当时北京市出头司机罢工 为了自己的这个减免一些分子钱 每个月分子钱非常高 就让他们每天工作八小时 都是帮老板子干 自己只有加班 才是自己的利益 然后他们就现在罢工 有三个司机 发动了罢工 最后的结果呢 这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减少了分子钱 每个北京市的制作司机 都获得了利益 第二个结果是 这三个人坐进了大牢 我就问 一个北京 我做出头事问一个司机 我说你们 有没有去帮助这三个人家庭 北京几十万的出头司机 一人工献一块钱 他们家人就会一事无一五 我们有没有对这些抗争的领导者 前线人士有过 一点点的奉献 这个奉献并没有什么风险 或者到他们家门口去摆树鲜花 总能找到的 是吧 有没有 啊 再往前讲 安徽小港农民分田到户 分包到户 这个不是什么遥不得的事吧 在当时是冒着坐牢的危险 因为你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 这种 这个动作被记录在中国国家博物 就是他们这些农民签署了一个契约 这些事件 我们分包到户 如果有人 坐牢了 其他的人 要抚养他们家人 使他们走在前面的人 召集职 没有后顾之音 因为他们保障了这个走在前面的人 这个抗争者 或者是领头人的这个船 这个基本的这个深层船 所以这个事情做下去 那我们现在已经 都四十年了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抗争者 还有我们的所谓的革命者 有没有形成这样一套机制 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规约 走在前面的人 我们怎么帮助他 帮助他们的家人 这个比革命重要 救援比革命重要 旧人做得好 革命者真正的义丝们 义无反顾 因为正义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不是别人引导诱导出来的 这是一个 文章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你看媒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办媒体 通过推脱通过视频 革命也是一样 抗争也是一样 不需要去联络很多的人 想做英雄 一个人就可以独立的文章 就可以成全世界性的影响 所以不要去考虑我要发动多少人 或者是多少人在前面 我就去 去抗争或者去革命 不需要 革命有鲜花革命 有雨伞革命 无数种方式 就像现在有无数种媒体一样 这是才向天安门母亲 和齐琳九历寺的妻子团们致敬的时候 第一些思考 下面我就谈一下热量话题 王岐山 王岐山呢 是一个充满中共体制内的一个 非常有过性的人物 他似乎是一个例外 你看他跟习近平是完全不同 跟列克强完全不同 胡锦涛 江泽民完全不同 他似乎 更有人文气息 更有思想 更有情怀 更有过性 他在 插队的时候 就把他的同学的妹妹给去了 但是他的这个同学是姚依林的儿子 当然他的这个老婆也就是姚依林的女儿 这是他能够很快寄生中共体制内的一个高层 做完颜基森之后 他很快能够进入 赌南海 成为一个局级的调研员或者是 研究员 能够参与一些 自行或者是甚至决策 这是他现在成功的一个基础 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也是红二代 红二代纯体当中的一个 而且他与习近平还有同床之一 在习近平经过那个王岐山插队的地方 就住在王岐山一张床上 当时条件也不行 后来有人就分析说 你看王岐山说了这个 他给习近平同床之一 但是在习近平的这个 青春岁月的这个记忆当中 并没有这一段回忆 那这说明一个什么呢 说明习近平并不认同这一种 古老的友谊 还是并不去把他当一个事 习近平当时是被200斤这个麦子 十里不换尖 王岐山没有这样的经历 王岐山的一个故事是 我的印象比较深 就是他让驴 让一头驴 被粮食 但是这头驴呢 被粮食的时候呢 在那个山路上就容易滑落 当然习近平是不会滑落的 因为习近平他会调节 但是驴不会 不会调节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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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上的粮食 也许这头驴就希望这个 这个背上的这个 一台麦子画下去 这样他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王岐山非常松 王岐山找了一个办法 让这个驴背的地带粮食 非常沉重 严严严实实地压在这头驴的背上 这个时候他就发现 情况不同了 这个这一袋粮食啊 这一袋麦子滑不下来 做山路很平稳的就做 就坐在山路上 这就是中共的一个 这几十年来 对待中国人民的一个办法 对待知识分子的一个办法 让你重复后 让你 几乎 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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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摇摆的能力 让你成为防农 让知识分子 有很重的这个教学任务 或者科研任务 让每一个人 都才不堪重负中 向前走 因为政治自由 需要一部分人 有余力 要是艺术是有余力的结果 有剩余的力量 来做艺术 艺术才会文化才会繁荣 政治也是一样 为什么说要有中产阶级 才会出现自由思想 因为这些人一世无忧之后 开语开始 关心正义 关心人传 关心 关心 才会有博爱 才会有更多的这个 行而上的追求 所以这个王岐山 让驴被量 这一招 是中共现在的一个 一个暗招 王岐山是 有手段有办法 解决中国其 东共其之内 一些麻烦的人 很多的时候 他是用对待驴的办法 对待对手 而且能够解决 因为他背后 有靠山 中共 红色人种 他是 红色优先 他是高人一等 像当年这个蒙古人一样 他把汉人打死了 赔偿一点就可以 汉人把蒙古人打死了 叫死罪 你现在把公众党人打死了 你肯定死 公众党把中国人民搞死了 象征性的 判几年 或者就 赔上一点损失 内部协调解决 雷洋死了不就是这样 雷洋如果把警察搞死了 你看看雷洋死不死 是不是 就公众党他是一个 红色人种 他是一个 知名同志者 和元朝这个 同志者是一样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种族 所以王岐山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红色 这样一个 人种中 一个 造成当中的 一个代表 我们现在 我们 知识分子曾经 对他抱有希望 非常困难 他想 改变他的红色 他就 没有任何力量 信心民也一样 但是这个 红机生黑 红机生黑 中机委 实际是一个 黑色的存在 你看他去抓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 他们不是穿红色的衣服去抓人 穿红色衣服去 他们穿黑色的衣服去 他们是制造恐怖的 一个 一租人 你在哪开会 省部级干部在开会 他偷人进去了 抓一个人就走 所有人都下呆了 这就是这个 中机委 这就是 王岐山 我在 2004年前后 通过一个政协委员 先曾经做过一个提案 提出发现中机委的回复 这个提案就是说公车 公车做一个标志就可以了 比如有专用的车牌 或者公车前面 贴上一个标记 这样他周末 周日 有人如果私用公车的时候 比如开到景点去 一下就能发现 如果他有公务的话 那应该在公车前面有一个实口 公务实口 就这个 就通过政协会议的时候 提交上去 是我写的 但是我通过政协委员提交的 以他的名义提交 过了几个月 真有回复 中机委的回复 这个 政协委员就把他 就给我了 我说这个 他们在做试点 很难办 先做试点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你看美国的公车有多少 文明事件公车有多少 中国的公车呢 到现在的改革 改到哪一步 有一些改变 但是没有真正的改变 有传利的人 还是开着这个 公安的 安全部的 武警的车 混中痴疮 很难根本的改变 这是我 中机委的第一次打交道 那第二次呢 就是现在 就是我的一个 一个同学 他会当上了一个市委书记 非常重要的一个市的市委书记 我看来他是非常廉洁的 后来抓起来判了 我也看到了他的一些判案 说他通过了二十多万 这些钱怎么计算出来呢 别人送给他一个什么石头 就把他股价了 然后实在是 判不上什么重罪 怎么办呢 就威胁他的这个老丈人 说他的老丈人是一个企业家嘛 说他为他的女婿 存了几百万 这是无稽之谈 文钱是一个 栽赃 结果当然是在党庭翻供了 现在也不知判了多少年 你说这个 这个纪委系统 有什么公平课言 文钱是一种暗箱操作 地方政府 发现这个 谁是谁不是自己的人 通过这个排挤一级的方式 而且是黑箱操作 行刑逼空 我接触了一个企业家也是这样 一开始让他说你跟某某官员 打个磨架没有 说打过多少年多少年之前 安年之前打个磨架 当时有一些税因 那你就说一个数字吧 一千块钱吧 当时很大 最后的结果是让他 不断的升级 让他说 你没事 你就给我们完成一个任务 你就说他 缩要了 或者是当这赌场赌博的时候 要了 五十万 还是一百万我记不太清楚了 然后他一直配合了几次之后 发现不得劲 因为最后这个计划 开始来弄他了 把他给紧起来 要弄他的资产 他也不过上亿的资产 最后他就逃亡 通过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想上这个 找他的关系 来这个解套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 王岐生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这个 他这一套体制 不公开不透明 随时可以抓人 有超越法律的这个传线 意思不能介入 实际就等于默使了 地方上国际的这个 这个纪检人员 拥有了超越法律的这个 这个手段 抓个几十万 每年抓个几万 几十万的这个贪官 很容易的事情 那有多少是这样抓起来呢 王岐生有没有统计过 就是有一些这个 特别这个惊险的案例 过分的案例 到了王岐生的案头 那王岐生看了 也就能怎么办 因为这是 他自己也不敢公开这些 险恶的这个招数 刑心被控的这些招数 他只能说 那我们要慢慢的通过制度化 通过这个国家 在国家检察机构 来做这样一个 公开透明的 在做这种事情 慢慢转型 先治标再治本 再搞制度建设 但是你现在制造了 这么多的人家错案 怎么办 中纪委到现在 有多少平凡的 人家自己制造 人家错案 有多少平凡 还有中纪委成立 五年以来 为以前的 比如重庆 比如说 周永康时代 任家错案 你有多少平凡 我才三四年前 就写过 专栏文章 中纪委在驻文化部基建制 组组组组长 李洪峰先生 林永传利 搞文化腐败 自己在文化部系统的 出了十几本书 每本书都有不菲的稿费 所以 而且 而且 他是个业余书法家 业余书法爱好者的水平 在中国美术馆 大型展览 一流的这个 李文家 专家 画家 全来捧场 熟悉美学的领导 这不是文化 明显的文化腐败吗 很多人把这些东西都递交到中纪委 不了了之啊 当时一些举报材料 文化部一些系统的官员都逃亡了 悄悄无声的就把这些事情掩盖了 所以你中纪委有什么传媒性的 所以说一是一黑打黑 这个并没有说是抹黑你啊 栽赃你啊 就当年胡耀邦他们拼盘了多少软家错案 让社会有相对的共鸣正义 让姚依林 让这个系终生家家庭都能够出来 你们现在是姚依林的后人 是系终生的后人 你们应该 这些马八以前的一些软家错案 重庆的周恩康实际的大量的平反出来 是吧 这起码体现你们这一份 哪怕说是体制内的这个道德良心也可以 没有看见 看这个肃清一定要肃清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流毒 周恩康的流毒 那为什么不为他们制造这原家错案平凡 还是仅仅为了排除异己 其实王岐山我们对他一直或者我对他曾经有过好感 你比如说最早知道他在肺炎时期 当时张义和老师的这个王思并不如烟被严厉打压 风声后力 外后张义和老师给这个中宣部死磕 当时王岐山几乎是公开支持张义和老师 带着一本这个王思并不如烟 尽书去看戏 然后大谈里面的内容 而且还很想求见这个张义和老师 但是后来死后没有见到 就是这个过性很十足 然后我们看网上有他的这个照片 他在花裤衩 花衣服 教育 当然有没有这个一些香艳之事 有没有一些这个不知道 这个是他们红二代之间的一些游戏 有没有这些爱好 文化方面的就是王岐山 我对他的这个文化感觉还是觉得不错 比如说他这个还是能看一些文化作品 而且有所领悟 比如说他看美国的纸牌屋 想下手推荐这个李斯孝书 《大清相国》 以及呢这个 在两会上面 一些表现 比如说他这个2014年 参加两会的时候 和北京市那个人民军院 军院的张和平有一次这个聊天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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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当时都说这个 当时张和平说人面临一些困境 那王岐山就说 你们有没有看过网上那个韩剧 叫什么星星 所有的官员都没有时间看 那只有有一个可能是 来自基层的人 小声说了一声 那叫来自星星的你 王岐山说是 他说我这个 也看韩剧有一大无一大点 外来看一看 而且还有 你看现在这个韩风 很强盛啊 这个蒋兰斯泰 这个浮明世界 王岐山说我看韩剧啊 外来看一句 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韩剧里面讲的都是我们中国文化 弘扬的都是中国文化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人情世故 这王岐山就是能够说到点子上 我也是有一大无一大地看韩剧 比如说爱情信是什么 真看打长鸡 也看过 有一大无一大地看过一些 韩剧里面的这个人情世故 非常想我 回忆这个童年时期的那个 村庄 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而且这个韩国的民间文化 还有日本的这个 比如 冯淇俊的这个 观众儿童的一些影片 非常中国 非常传统 而且是美化传统 非常完美的传统 共产党把这个破坏了 共产党现在是党文化 传统文化 从前二世纪到现在 破坏了多少年了 王岐山知道不知道 假装不知道 有没有干预 总机委有没有干预 总机委现在完全的左转 行事高校 对这个议议 甚至民主宪政的这些教授们 都进行打压 不用是假 这总机委干的吧 这应该中间不干的 总机委干了 王岐山不知道 当时说这个高校 八不时 那部文件 有人问王岐山 你又没签字 王岐山说 那个签得多了 就过去了 为什么不敢拒绝不拒签 因为你老大在上面签过了 根本原因是老大在上面签过了 你只能跟他后面签 所有的错误就是这样犯的 毛泽东在上面签过了 周恩来签 林彪签 江青所有的人都文革就这么搞起来的 你都跟习近平同床睡个觉 那么好 那不说说真话呢 上面发个指令 你就跟着来 利用你的这个对付驴的办法来对付中国人民 对付知识分子 加压施压 所有的人都穿不过气来 你就稳定了 所有的驴都是替你被粮食 然后呢 你拿这些粮食去搞一带一路 你要实现你的这个宏大的理想 不保障中国人民的基本人传 不给知识分子一丝的自由 然后来大谈文化 大谈思想 大谈传统的这个历史 非常失伪 所以王岐山现在 无法 我真的是捋了一遍 最近这两天捋了一遍 本来关注的也不是很多 有些是偶尔看一下 爆料的东西我也看的不是很多 但是你这么多的这个 中纪委干预这么多 中纪委干预这么多 比中纪部还要多 还要反动 反人民 你有什么资格谈文化 有什么资格建福山 几年前 王岐山向国人员推荐 就职的有大革命 我们就说 这个王岐山真是很欣锐啊 知道这个 如果你不搞改革 就会产生大革命 公共产党应该有危机感 实际呢 另有用适 它是让大家产生危机感 要应对 不得让中国社会出现大革命 如果革命来了 每个人都没什么好处 共产党就会翻船 因为你只要这个社会 它这个旧制度大革命里面 有个中共引导人看到的是什么呢 只要想改革 出现制度性松动 出现一定的自由度 所有的这个自由的思想 所有的人都会要求 进行改革 所有的矛盾就会出现 中共就会内乱 中共就会被对方 王岐山实在这个角度 让干部 其实也是让习近平 来看这样一本书 然后念一段给大家听听 时间还有 作为一个 摩洛阶级的政治代表 托克沃尔对称众 情绪特别敏感 至于二维革命爆发 还不到一个月 他就预感到革命风暴的威胁 1848年1月29日 他在议会发表演说 我警告那些认为没有丝毫危险 革命还离我们很远的议员们 工人阶级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里面 他们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法令 内阁会征服刑事 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此时此刻 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 欧洲的大地震 震战起来 欧洲的大地震战起来了 暴风雨正在提兵线上引现 当儿革命特别是六日七日爆发时 他表现之无比的恐惧 他在会议中表白说 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 但由于本能 我就是一个贵族 这就是说 我蔑视或恐怕 纯重自由 法治 尊重传令 这些我基督热爱 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我无比崇尚自由 这便是真相 这个红色贵族们呢 也无比崇尚自由 那现在这些人 这些红色贵族们 无比自由 翻腹的时候他们 没他们什么事 你看薄熙来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薄熙来的家族是完整的 现在在秦城过着很好的日子 非红色贵族呢 你看这个林基华和周文芳 基本上就是非红色贵族 非红色的这个高层 没有红色背景的 整个家族被摧毁 红色贵族的自由 是绝对的自由 这就是这个王岐山 对救治对武大革命的核心内容的一个 一个理解 王岐山也喜欢 王岐山我以前知道 他看过很多美国的书 我以前知道这个民主宪政 自由平等 而且他肯定从上 因为他当年参与变过走向未来从书 但是他更喜欢自己的贵族身份 更喜欢这种贵族身份的特殊的自由 所以我们这个 对他寄予的希望 仅仅是一种绝望 他跟富山的对话 最近又看了一下 富山对话无非接着讲 中国也有自己的 中国传统社会 跟西方一样啊 也有自己的法治 也有问责机构 也有问责的这个机制 而且他 新社会人的专家到中南海讲座 讲了两次 廉政和这个行事 利用的是什么 动场戏场制度 还是这个行事制度 自上而下的 不让人民 不让法律独立的来 行使这个监督的传利 我想靠自己 我来 摆平天下 摆平所有的官员 现在 中国很多的这个学者 登促中共高批马力 回到传统 他现在以这种方式 魔忠意义上恢复地质的方式 来走向传统 真是非常悲催 然后他还说 在跟富山谈话之后 他还说 邓小平说过 几代人 甚至更长的时间 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 主要是讲这个政治文明的现代化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代 或者他这一代 无法实行一个什么改革 本质性的改革 这些事情还要留在后人 因为中国这个 人民的这个生态不行 人民的这个状态不行 你稍微开放 人民就会动乱 就会 像东欧那样 指他们有死地 红兽贵族的幸福日子就没了 然后他就说美国 你看美国 他们先也是保障这个 白人的利益吧 立国之初 妇女们有先驻船吧 黑人们有先驻船吧 黑人的拼船 到什么时候才有啊 你看 一两百年之后才 才开始 可以与白人一起坐公共汽车 那中国也 这样一个平船 也得有一个过程 但是他就不知道 这个制度一旦形成 一旦西方摸着势头 已经过火了之后 中国人造桥就可以了 美国人 研究了这个轮子弹 中国人花多少时间 美国人制作 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手机 中国人立即就可以死有 政治制度也是一样 但是他就找这些借口 因为福山谈的时候 他本来说要求教福山 最后是他想福山传教 告诉福山 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DNA 有自己的这个特殊性 而且他本质上跟西方也没什么 也有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制约和 发展方式 这是福山的谈话 然后就看到了王岐山的几个视频 感觉更不好 比如说他讲到了这个强拆 说这个强拆 只有这个通过这种强拆 才能快速发展 而且是将来的人们会感谢这些强撤的人 因为如果不强撤很多事情 没办法解决 你看日本一个机场 他就去用这些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西方都非常罕见的案例 来告诉中国人 这种强传和侵犯人传是合理的 他是无以为鼓励这些人 用退手机去 推翻民宅 甚至碾压这个底层民众的肉身之躯 这在中国几千年是没有过的 哪有这种随意的就把老百姓的房子给拆掉 几千年都没有过 袁朝来也不是这么干的 日本人来也没有这么干过 日本在东北 我指的是和平时代 这么强拆吗 拿着这个 铁头机就拆 东北人的房子 所以共产党这个正传是自上而下的 发生内心的这个 在制造这种邪恶 而且有他的这个理能依据 是你看到美国在洛杉矶 不说别的地方 洛杉矶这些高速公路怎么修起来的 有多少这个惊悚的这样一个 拆迁 强拆 铁头机碾压人 高速公路非常的发达 当时也是要拆很多的房子 但是人家慢慢来 通过法律的方式 通过获利的补偿的方式 然后 王杉矶在那儿 打唱这个文革时期的这个过去 宏基础是这个 具体主义 英雄主义的这个 杰作 甚至这个迷恋当时 拆箱啊 这个这个制造这个人工水库啊 烟卖多少人 村庄 没事没有一个人上访 没有一个人有意义 这样一种强传专制 通过这种 宏大的理想主义 这个愚弄民众 人民流利失所 没有任何保障 他们拿这些成果 造了多少水库 制作了多少工程 当成自己的光荣 中国的专制主义 这是 这有什么光荣呢 那长城有什么光荣 三明峡有什么光荣 三峡 扎庆大寨 这些思维的工程 有什么意义 现在还有南街村 还有这么花西村 都要搞什么社会主义 典范 后面的这个债务 高所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王岐山 他的做官的过程 是像姚依林一样 是工序化的一个过程 你看王岐山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去协助李长春 广东的李长春 这个解决金融问题 获得了这个朱镕基的信任 和赏识 这是他知道 共产党把他也是当作一个 姚依林那样的一个公主私有 然后北京非典 他灰色肉精 还是冲到一个公主 因为他能够快到斩暖马 感惹对罪人 而且有红色背景 有自己的优越感 敢打敢斗 现在呢还是一样 五年来 通过这种 红道黑道白道 反正是没有阳光之道的方式 反腐 还打击一击 但是他的命运 是不是还是一个悲剧性的命运 如果能够进入下一届中央政府 成为中共的副总 副主席 那也是有限的使用 因为这种过性化的这种 这种张扬 而且内藏杀鸡的人 习近平是非常 内心是非常敬畏的 而且 现在也是属于一种博弈过程之中 一切还非常难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他的几次机会 然后东方日报就说他 立刻想要能干 所以下一届他要出任总理 立刻想去做人大 这是一种呼声 但还有一种呼声 这是林习近平感到畏惧的 就是王岐山比习近平更适合于当总数据 一些人就是在操纵 一些人就是在操纵 呼吁 网上也有很多的这个 你检索可以看到 这习近平看到了跟你头大 这个 哪一天他感冒 或者是生病了 一个月不出来 那王岐山是不是就成为 那王岐山是不是就成为 像当年这个 苏联一样 闹一个政变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恐惧 一切就有可能 最近的几次机会就是 意思是 李显龙 露面 在李显龙之前是 1100 纪念100周年诞辰 整个家族出来了 王岐山王岐山的太太 李克强也出来了 很多人出面捧场 西家也有代表 一个庞大的阵人 就证明王岐山的这个 这个红丝贵族身份 这次呢 最新几天就是 李显龙来 使王岐山又一次抛头露面 王岐山说话是 非常有 有分量的 因为他是 在这种 传逆语言上面 是造语很高的一个人 他说他寝室 一个是非常意外 因为他与李显龙 他的这个党内这个纪委身份 李显龙是没有这个对话的可能 所以他要寝室 当时寝室老大了 这表示他对习近平的一个 一个 谦卑 一种 从内发生内心的认同 习近平是老大 那我见一个人 是得要寝室汇报的 否则我不敢轻易去 去见一个 这个来逼 这个这个这个 当然这句话应该是起到了作用 这二次机会又来了 班农 这个从白宫里面 区主的一个顾问级人物 特朗普集团的一个顾问级人物 他离开白宫的时候说 人们以后会记得我 我们曾经在白宫 致力于抗衡中共的这个称霸 而且呢 使中共为潜在的 头号敌人 但是他到香港 就完成了一个改变 因为香港到香港 要请他给你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讲课费了 要请他这是中信的背景 画风一转 说这个特朗普 特别喜欢的领导人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听到一句话肯定是龙焰大悦 王岐山得到了一个机会 让这个班农到北京 和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对话 这个对话肯定是解决不了中美问题 但是可以获得很多的信息 特别是对王岐山来讲 获得了一次提升自己 地位的机会 李显龙是充当中美的一个 一个传话的一个重要的人 这个对话者 但是呢 班农应该是更重要 直接接触 北宫里面的核心人物 那比李显龙更为重要 因为中共欺骗美国 比欺骗朝鲜 中共你看这么多年来 一直 骗的强的软的什么都不行 就供养它 反而就完不转它 但是中共就一直能够完转美国 从延安时期开始 美国上了延安的当吧 后来在朝鲜这时候 牺牲至大 改革开放以后 还是一样 中国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还是上当 现在这个贸易 一差这么大 现在是第三次 朝鲜核危机 或中共的这样一个扩张和称霸 中共还能不能欺骗美国 特朗普喜欢习近平 是欺骗还是习近平 向北宫传奇的信息 是又一次更高级的 欺骗呢 不得而知 所以这次习近平 所以这次这个王岐山又获得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我们看到这个是北京时间是26号 王岐山又在接见外宾 这次接见外宾是在总南海资光阁接见 建博寨人民党中央委常委副首相 兼仪会联络入监诈部大臣 梅森安 接下来这个人是最有意思的 有可能是特意的安排 接下来这个人 有可能是死习近平 死王岐山活在下一届中央副主席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信号 如果往好的说 因为你看这个人 建博寨人民党的中央常委 现在王岐山是常委 副首相 王岐山不是 下一届王岐山如果成功的话 就可以成为副首相 而且是监诈大臣 那王岐山可以分管 中共的这个季节 季节书记可能让别人干 年轻的人去干 他充当一个监察大臣 或者一个顾问 或者是分管 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 在中共期之内 因为习近平已经在 习近平在国际上称霸 在亚洲称霸 基本上是失败的 周边国家打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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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弈了一串 一无所获 连印度都没有搞定 最后再花钱解决问题 一带一漏现在也是 没有任何进展 一个长城一样的工程 但是习近平在党内称霸 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王岐山是 承认 习近平的霸主地位 党内霸主地位 因为董南海他是一个村庄 看起来 中南海好像是一个中央 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地方 其实那里面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 都是村民 王岐山是村长 他有枪 森之书他有枪 家人都没有枪 所以他是这个中南海里面 这个中南海村的 森之书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森之书要不要这个 王岐山接着干 一切就有变速 但是现在的一些信号 是有一定的希望 百分之十二的希望 就像我做的这个调查一样 百分之十二的人 支持王岐山 输任下一届 中共 副主席 百分之十二的希望 王岐山能不能抓住这百分之二的希望 习近平最后一想念 是不是能够 没有顾虑 的利用这个 这个刀客 剑客 王岐山 才很快就会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OK